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我自己的拿手菜 那这道菜呢,叫麻辣牛肉干 这个是牛肉干,也不是那么干 就是它是稍微偏向麻辣的 也是我自己摸索着,做成自己的一套风格 OK,那今天也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牛肉干,麻辣牛肉干,要怎么做 好的,那只是分享,也不属于教学 那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尝试去做一下 OK,那我们话不多说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准备的材料都有哪些 好的,那桌子上面的就是今天所准备的材料 那首先我们是炒牛肉,有牛肉 这个是已经洗干净了,然后把泄水全部都洗干净了 然后是要切成这样的条状 就这样小小的条状就可以了 或者是薄片都可以了,让它容易熟 好,那再来就是花生也是干炒过的,你看金黄色的 对,搭配的 再来是辣椒有两种,干辣椒啊,这种 对,那这种的辣椒稍微辣一点 对,那你喜欢吃辣椒可以全部都放这种红辣椒 都可以,电机柜里能不能吃辣 那再来就是洋葱 主要是提香,洋葱 蒜也是一样,葱姜蒜都是一样提香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香菜籽 已经干炒之后把它磨碎了 这样子也是提香的作用 再来就是白芝麻,白芝麻也是一个装饰嘛 就是你撒上白芝麻会感觉特别的有食欲 那再来,花椒跟香叶,这个是麻椒 最后这就是火锅底料,海底料的火锅底料 对,提味 基本上今天的所有食材配菜就这样子 那调味料等一下我再炒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就好了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 好,那我们就先帮你吃这个东西 看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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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先给你吃这个东西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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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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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的麻辣牛肉干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呢 替大家吃一下 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是什么样子 好大一盘 本来想说应该少了 但炒出来之后还是一样很大一盘 对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吃 这一个是非常下酒的一道菜 也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对牛肉嘛 是吧 又是麻辣的 肯定是要喝上一点酒啊 才才爽 好 我们来尝一下 嗯哼 哇 这个叫啊 真的是 太棒了 这一道菜 盐 各种味道刚刚好 没有很辣 但是味道非常齐全 非常的香 哇 这个真的是要搭上一点啤酒 那完美 嗯 太炸了 这个牛肉没有很干 没有炒得很干 没有炒得很干 是刚刚好 有韧性 有嚼劲 哇 太棒了 喜欢吃麻辣牛肉干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 煎的非常不错 哇 完美的一道下酒菜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会坚持每天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也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拜拜 沙瓦里哈 好 嗯 哦 沙瓦里哈